今天上午2021海峡科技专家论坛主会场活动在我市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毅出席论坛 本届论坛以两岸新时代科技新融合为主题 围绕数字科技 能源科技 海洋科技 绿色科技 卫生健康 生态环保等领域 设一个主会场和11个分会场 从今年6月起陆续举办交流活动 参与的海峡两岸科技专家 业界代表等近2000名 签约两岸科技合作项目6项 在上午的主会场活动上 多名预会代表纷纷登台演讲 在他们看来 两岸的互动交流可以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实现互利共赢 更希望是把台湾的实质的技术跟大陆广大的市场 做一个更好的结合 就从交流转成交易 让台湾的科技工作者 台湾青年能够认知到 这里是一个广大的交易市场 本台记者报道